近年大家很多時都會在旅遊或商店 甚至曼谷都見到這個金閥 甚至乘地鐵有時都會見到 那到底這個金閥在哪呢 好 那我現在就坐MRT 又扮話轉車就是轉一兩個站 兩個站我就來到這個叫做辦砍的這個站 那為什麼要來這個站呢 表面上這裏就沒什麼看的 因為MRT都開了不是很久 那下一個站就是Tapra 就是那個Internetrain Station的大站 那這個就不是大站 但是這裏現在背江看不到 就有曼谷最新的一磐金閥 那我們現在由這個站走路去的金閥是十分鐘左右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我從來去過的新景點 那這磐金閥就在水門寺裏面的 那現在站已經過去就好像有點距離 那大約走路十分鐘啦 見到辦砍站其實就沒什麼特別的 反而你會見到金閥的背脊 其實就距離這裏有幾個站的 就是這個了 Live Satton Seara 其實我覺得那個距離反而適合一些 好 我們一起走它 辦砍站1號出口 就自然就要下電梯啦 因為這個站我是第一次來的 所以都要小心點走 有電梯有電梯也很方便的 那再看一看位置 認定對了這個方向 好 看著這個方向走 應該就不會錯啦 那麼大個罰 好 下了看著Google Map走 其實就很快就會進了一條小村子的 那條小村子都很多大戶人家 也都有一些民居的 那當日走呢都幾優正啦 因為都接近曼谷時間都三點幾四點的啦 那也都過日不用上學啦 那天氣又好 不過其實是很熱的 那沿道走都有一種很平安的感覺的 那地面都乾淨啦 那都走得舒服的 不過因為第一次走實在不知道怎麼走 Google Map都清楚介紹的 不過呢 沿道就不是有很多的指示牌 那邊走邊摸啦 那走到近一點呢 你就會見到比較民居一點的地方 也見到一些比較的寺廟形象一些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是學校來的 那應該放學的時候有聲音 不過今天就沒有啦 那都是一個廟的位置啦 那沿道向著走 其實你看著Google Map都不會怎麼走錯的 不過你就要邊走邊看啦 因為路有少少交叉點的 但是都很清楚的 不需要太擔心 那看一下這些泰式民居 感覺都幾舒服的 就當一個遊歷咯 有時拍照啊 走這些村仔 感覺更踏實 不是每次都要去曼谷行商場的 是吧 那這裏就是剛才所說的學校啦 那來到這裏呢 那一段時間呢 那你就會看得到那個佛啦 那你就知道 但是有個位置啦 那你就繼續向著佛的方向走 走到這裏呢 大約走了七八分鐘 因為中途我就拍照 走慢了的 那其實都不太難 走走走走就會見到河啦 都幾有特色 幾有風味的 那你穿過見到河呢 一定有橋啦 那你走過這條的拱橋呢 其實呢 就到了水門寺啦 那水門寺也是金佛坐落的地方來的 好 那其實這個水門寺呢 其實是曼谷其中一個 最古老的佛廟之一來的 其實是一九六 不是一九六 是一六一零年 四百年前呢 這座佛廟已經落成了 好 走走走就已經到了水門寺啦 那一進去呢 你很明顯是感到 去到一些的 Museum啊 或者一些有規管的地方啦 那一樣要做防疫的探測啦 亦都要拍泰國的安心出行 才可以進去的 好 那進去的感覺呢 是很安靜 很安靜 還有呢 是傳來一些眾驚啊 還有 我不知道是祈福的聲音啦 都是很悠陽 不會很炒耳的 感覺都是舒服的 那一路沿著指示 那你都見到了 那跟著指示走呢 你就會見到金佛啦 沒錯 那你見到這些 金碧輝煌的一些廟 你已經聞到那個金佛的味道啦 那繼續向前走呢 就是金佛的位置 沒錯啦 那你見到這個 還有好像在興建的 那裡 其實在興建的那裡 就是個金佛來的啦 因為呢 金佛是未完全落成對外開放的 那仍然呢 都是在最後的整理當中 沒錯啦 見到了 其實都幾宏偉的 那呢 據稱這個 我金佛是全球最大啦 那 目前呢 樓高呢 差不多都有20層樓高 唉 樓高講慣樓 連同平台呢 又接近20層樓高 那所以呢 在很遠的地方呢 都會見到 那水門寺的面積 不是特別大 但是呢 都收視得好奇妙 因為呢 其實水門寺呢 是屬於皇室的寺廟來的 裡面的 也都有一個佛教寺廟的廟師 那 因為我當日就沒有預備 他也都沒有對我開放的 當日 所以我就沒有進去參觀 純粹來看了個金佛 那但是也都見到一些信眾呢 就在這裏做一些的禪修啊 或者是安靜望著佛去 有一些的meditation 那樣 那感覺都幾場和的 那這個金佛呢 各實在不同的角度 近距離 隔著棵樹啦 那感覺呢 都是幾靚的 那當然這些 我們自己 明記於心啦 那也都有很多修行者 在這裡誦經祈禱 那這個呢 就在網上找回來的 那就是水門寺裡面 一個佛教的展覽館 其實你問我呢 真是不需要住這麼近的 Lives at Tonsiara 就是一個最合當的距離 啦